OK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的比赛的话 是我们剑灰单胶赛的一个比赛 剑灰单胶赛的话 今天的话也是应粉丝的多次要求 世界之川这个叫多利木的这一个翻寸的话 是我们现在打的这个剑灰单胶赛里面的 魔翻寸的话积分最高的一个魔翻寸 就前面两个都是风翻寸 魔属性来说的话 它的积分最高 它也是多次多次的找要炮哥给他做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以前这个人是一个魔玩寨 就看过我视频的兄弟们应该多懂 好吧 硬件的话一般套路的话还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魔翻寸的话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套路 好吧 这一把魔翻寸打我们天种的一个武装冠 看一下能不能赢 OK比赛的话可以看到的到的话 这边的话我们的魔翻寸的话 还是切到了我们天种的这一个武装冠 开局的话观战犯连分身都没有选择分身 观战犯选择直接垫 直接垫可以看到 天种武装冠的法术防御非常高 垫魔翻寸的话垫了1300 1300感觉还是有一点垫不动 这边的话选择出了一个配数 出了一个丢无魂的一个宝宝 我觉得魔翻寸打这个剑灰单胶赛的话 如果能分身的话 优势还是会比较大 配数开自己 下以后来可以分身 对面的话出宝宝 对现在天种这个宝宝名次啊 也是有一点点屌啊 对吧万首四四嘛 观战犯选择秦三叠 先下对面的这个宝宝 一把秦三叠下去啊 对面宝宝还有二分之一的一个血线 宝宝血太多了真的 没有办法投晕 好吧投晕 对面的话出千里七八 我觉得要配数解自己啊 解自己要分身才行啊 这不分身魔翻寸不行啊 魔翻寸打PK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能分身 你不分身 这个PK怎么打啊 好不好 OK这边的话有有闪现 闪现隐身的一个闪现嘛 对吧 隐身的闪现 开自己 人物先分身 对面的话 把宝宝都招齐了 隐身闪现开自己 先分身啊大哥 先别垫了呀 加千里七八 那就是要垫 对吧垫宝宝五枪啊 伤害也不低啊 关键他不分身 你知道吧 他如果分身的话 伤害应该会更高一些 魔翻寸的一个经脉的话 就是在分身里面 伤害会更高一些 这边应该是纯千术吧 对面的话接罗汉 配数的话应该会顶个药 天龙打得很稳啊 毕竟的话百分之百的胜利 这边是一个隐功 散现的一个隐功 出来一个散现的一个 壁垒 那这边魔翻寸没有分身 兄弟你就这技术大哥啊 你天天跟我吹牛皮 说我妈第一魔翻寸 大哥你就这技术 电不动啊兄弟 我感觉你就你这技术的话 清不掉我天种的一个宝宝啊 感觉 哦终于有分身了 对吧 有分身对面拿观战翻 就没有什么办法呀 不过观战翻拿对面的话 更没有办法 对面有罗汉了 有罗汉 我建议还是先出宝宝 再电吧 好吧 给宝宝加分关 天种这个选择的话 就按正常人来说的话 一般会给血多的宝宝加分关 天种妈给血少的宝宝加分关 有分关三还高啊 下一回合对面断罗 第一把罗汉的话是 对面的前罗 那下一回合对面可以揭罗 为什么能够揭罗呢 第一把是武装罐的 一个前罗的一个金脉 第二把的话是武装罐的 一个自身愤怒的一个罗汉 我跟你说 武装罐这个门牌 不是每一个武装罐都能像天种这么猛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啊 天种的宝宝看性是真的好 就你亲他一个宝宝太困难了 好难亲了 就对面 天种不封你的一个情况下面 你宝宝打他宝宝就打不过 你看 就打了九回合 观察翻面又下掉对面 一个宝宝 好难受啊 对面给宝宝加分关 观察翻先招宝宝 打的没有错 先招宝宝是对的呀 有罗汉的话 垫也垫不太动 好吧 对面这宝有分关啊 拍过来 四五千的拍啊 又吊打 感觉又是一波吊打呀 兄弟们 离批 下一会儿对面断 断挪 观察翻面解自己的配处都没有了 对面五分宝宝来 卡封这个配处 OK 这边选招 出宝宝没有选招解自己啊 因为观察翻其实不太好解自己啊 对面这个宝宝可以丢魂嘛 那只能拿前面这个配处解自己 对吧 解完自己之后 分身都出来了 兄弟也真的太难了 对吧 对面另一匹宝宝有分关 连人带宝宝一起亲啊 准备拿配处宝解自己 加先力七发 看一下先分身还是先取妙 对吧 还是要分身啊 分身是没有错的呀 分身最起码对面 对吧 武装冠封不了你啊 分身之后 电的伤害也能更高一些 一把五雷咒 对吧 五千多 差不多 就一般来说的话 我跟你说 一般来说的话 魔帆寸这个门派 打单挑的话 基本上一个宝宝 血少的话 垫一垫 血多的话 垫点垫 加分关 对面宝宝铺神的话 观察翻还是有一丝丝的一个机会啊 我操 乌鸦嘴 兄弟 那如果对面宝宝神的话 就观察翻 我感觉连轻掉对面一个宝宝的能力都没有啊 下一回合分身出来了呀 对面又接罗汉了 我的天 16回合没有轻掉对面一个宝宝 那下一波分身出来要被掏了呀 下一波要被掏了 没了呀兄弟 观察翻高鬼魂 正法 就一般复战宝宝虽然说技能多啊 但是没有额外的格子去打高级骑轨啊 一般 很少有人打高级骑轨 我感觉天总要换地厅了呀 感觉要忍不住了呀 兄弟 加分关换地厅都可以 天总没有动 是不是在偷脚啊 天总现在百分之百胜率 打PK还是打的挺稳的呀 有时间定期换地厅了 还是没有忍住 WZ6 好像这个宝宝的名字 还是我改的呀 六轮车来了 好吧 高速地厅 比翻车速度要快一些 对吧 一把正压力气加 对吧 宝宝正好可以破分身 后面这个宝宝破分身也可以 对吧 没有加正压力气 选择直接加敌 后面这个宝宝破分身 没有选择破分身 直接拿地厅破分身 技能多就是好 拿地厅破分身 第一把 第二把破分身 第三把水弓 没了兄弟 听哥一出来 比赛就没了兄弟们 20回合 一个爸爸没清掉 对吗 太 太难了 好了 哎呦 还没有死 打出了一个 163 对吧 清掉了一个地厅 那还可以啊 对吧 清掉了一个 百万级别的地厅 就不亏啊 对吧 对面一个地厅 一百多万 观察方号 应该没有一百多万吧 对吧 清掉了一个地厅 就不亏啊兄弟 下次继续努力啊兄弟